如果历史是一只棚 大家好,我是陈琴峰 很高兴来到好好听Event 跟各位聊聊历史的耐人寻味 这回又要来讲武林是非咯 如果各位有把武林是非系列听下来 应该会发现一点 那就是在北方武术名家之中 不管是寒木霞或者是宫宝田 都练有一种特殊的掌法 这个掌法就是八卦掌 讲起这个八卦掌 我个人认为他的出现 算是玄之又玄 怎么说呢 中国武术博大今生 为了克敌至圣 各门派都会想办法读书一格 对不对 但从古代一路演变下来 这些拳脚功夫 大概到明清之际也差不多都定型的啦 即使后来有些许差异 但基本上也都找得到原本的脉络 可是这个八卦掌却很特别 因为他一直到清代的咸丰年间 才横空出世 而且找不到是从哪一种武术脱胎换骨而来 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 创长祖师爷 疑似为了练功 还挥剑制功 到皇宫里面 当的太监 难道 这一套功法 跟孝傲江湖里面的葵花宝典一样 欲练神功 必先制功 好 在解决这个谜团之前 我们先回到这个创长祖师爷 董海川 说起这个董海川 他出生农家 家里其实很穷 但至少他就喜爱武术 经常向人讨教拳法 而他的力气也很大 所以不管他学什么 施展出来都相当有威力 而他陆续学了罗汉拳 二郎拳 以及各式各样的兵器 从教他这些武术的师傅 后来默默无名来看 这些师傅的武术 应该没什么过人之处 才会名不见经传 所以如此看来 能透过讨教拳法 就奠定自己的武术基础 这一个董海川 看来真的算是武学奇才 对吧 那二十六岁那一年 他离开家乡出外游历 也就是在路上 有人说是在九华山上 他遇到一个道士 那这一个道士 有人说是碧城霞 也有人说是云盘老祖 那不过不管是谁 董海川就是从这位道士那边 学到一种方法 叫做转掌 这一个转掌 因为跟易经之理相通 所以后来董海川 将之命名为八卦掌 但令人好奇的是 这个转掌到底是什么样的武术 没有人知道 是有人进一步去探究了 说这个八卦掌的转掌步伐 跟道教济世的语步相近 那讲到这边 大家一定很好奇 什么叫做语步啊 那这里的语步 语是大语治水的语 步是步伐的步 那这种语步 是道士做法时的特殊步伐 相传是大语所传 才会叫做语步 如果各位去看过 道士社坛做法时 走步的动作 应该会觉得蛮特别的 对不对 没错 就是那个动作 被称为语步 如果你还不懂的话 没关系 我们从你看过的电视剧 或历史剧来看 如果你看过武侠剧中 全真七指摆天刚北斗阵 好 那我告诉你 就跟那个差不多 语步就是用北斗七星排列 来行走转折 所以他也称之为七星步 因此有一种说法说 这个道士其实并不懂武术 但董海川从他的语步 得到启发 从中融会贯通 成为自己的掌法基础 我个人是比较踩信 这种说法啦 因为如果这个道士 教了董海川 那就不会只有一个徒弟 应该还会有其他徒弟 对不对 而且后来 董海川以八卦掌 杨明立万之后 我们并没有看到 其他人跑来跟他抗议 或者是跟他互别苗头 以及趁热度 那这就代表着说 他没有什么师兄弟 因此我个人认为 董海川本身天赋奇才 那看了这个语步 触发他练功的想法 这才会创造出八卦掌 不知道你们认为 有没有道理 但无论如何 他是真的琢磨出八卦掌法了 但此时的他 还默默无名 那不过 什么时候才开始 展露头角呢 那得等到他当太监之后 好 那其实他当太监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一个疑问 怎么说呢 因为他都已经练有武功 身负绝异 怎么可能 这个时候才挥剑志工当太监 因为我们知道说 太监一旦阉割之后 男性荷尔蒙大姐 就没有办法维持 正常男性机能之发展 那一般练武的人 不会这么做 而董海川这么做 难道不怕去影响 自己的练功功力吗 所以这跟一般 好武之人会背道而驰 对不对 但他挥剑志工 又是不争的事实 因为他的徒弟们都知道 但是也不知道 师父为什么挥剑志工 因此坊间有三种说法 那各位可以听听看 第一种说法 说是董海川这么做 是为了避祸免死 据说他年轻时血气方刚 有一次行侠仗义之时 不小心打死人 被官府通弃 从此亡命天涯 那这么跑下去也不是办法 所以他后来透过管道 志愿到皇宫里面当太监 来以此求得免死 那第二种说法则是说他另有图谋 因为他游历江湖时 曾经因为交友广阔加入太平天国 后来得到太平天国的指示 到皇宫里面当差执行任务 来暗杀朝中大员 不过这两种想法其实都很值得商榷 因为不管是为了免死 或者是当刺客 付出的代价都未免太大了吧 我们常说实色性也 有必要为了这两个目的 失去人生一半的乐趣吗 我是不会这么选啊 应该大多数的人都不会 对不对 所以第三种讲法 其实是比较为人所采信的 说是董海川出于练功需要 因为啊 后来的八卦掌名家刘云乔诚说 八卦掌走圈要夹着裤裆 对阴囊摩擦甚多 那你知道吗 摩着摩着可能就起反应了 问题是练功时起反应 当然会影响功力嘛 再加上八卦掌的内功 是以练经入手 如果你圣火旺盛 那就会忍耐不住 所以这是他个人的体会哦 他因此推测说 当年董海川会挥剑志功 很有可能也是难以驾驭 御火 所以为了修炼武功 才会干脆痛下决心 挥剑志功 当然这种说法 也有不少人质疑 因为如果练八卦掌会浴火旺盛到灰剑志功 那八卦掌不就变成是葵花宝典了吗 是有没有必要爱武层次到这个地步呢 我个人是认为啦 这三个理由应该是相辅相成 因为如果只是为了单一原因 董海川也许不会这么做 但是三个理由加起来 有一直长期困扰董海川的话 确实有可能让他干脆挥剑志功 不过董海川挥剑志功当太监 进入皇宫当差只当了一小段时间 后来没多久就转到树王府当差 那他怎么会到树王府的呢 据说是得到树亲王的赏识 但两人是怎么相似的 目前没有死掉留下来 只知道董海川到树王府没多久 他会武的消息就流传开来 我个人是认为啦 练武之人是不可能不练功的 但树王府白天人多事杂 能练功的时间只有晚上 但晚上夜难人静 无论怎么样小心 施展步伐或者是挥拳挥掌 一定都会被人家撞见 所以这才让他会武的消息流传开来 后来他因此被树亲王 要来担任武术教练 还获颁七品官衔哦 由这个七品官衔来看 他的武功应该经过考察 才会有得到这样的殊荣 不过即便是当了武术教练 也不足以让他扬名立万 真正让他扬名立万的人 是另外一个太极拳高手 叫做杨露禅 那杨露禅当时在北京名气很大 号称杨无敌 那有一天他到树王府做客 树亲王当然会请自己府里的全师 跟杨无敌来过个两招 名为交流武艺 其实是要戳戳锐气 而当时府内的全师轮番上阵 没有人能打败杨露禅 看在董海川眼里当然会心痒了哦 他也想下场较量较量 所以他后来下场应战 两人切磋之后居然不分上下 这实在太难得了 为什么 因为有一句话说 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比武哪有不分高下的 但这两人一比还真的旗鼓相当 我个人是认为了武功到一个地步 就知道对方的生前 如果旗鼓相当的话 一般的过招是很难分胜负的 除非是以命相搏 这样才有可能把自人于始的绝招施展出来 才能分个胜负 不过董海川是奉命比试 两人又没什么深仇大恨 所以在得知对方功利跟自己相当之时 很自然就会罢手不斗嘛 你说对不对 不过想也知道 大家一定津津乐道 因为杨禄禅号称杨无敌 结果董海川居然跟他旗鼓相当 他当然会帮他大大的宣传 所以后来董海川名动今师 而八卦长之名也从此人尽皆知 好讲到这个地方 你们大概也就能跟之前所讲的内容串起来了 因为自此之后更多人向董海川挑战 有些人输了之后干脆拜师 而他也从严收徒 值得一提的是 董海川在教徒弟时 并没有固定的套路 常常是看原本徒弟练功的路子 来因财师教 所以很有趣的是董氏八卦长后来不见了 到后来反而出现各种派别的八卦长 像是尹福的尹派八卦长 陈廷华的陈氏八卦长 以及张战奎的行义八卦长 而这样的特点说明 董海川真的是天重英才 才会因应不同武艺 能够加以融会贯通指导 让徒弟延伸出别墅一格的八卦长派别 所以今天讲了这个 徽健志工的董海川 不知道有没有让各位耳目一新呢 那不过八卦长的影响 还不只有如此哦 连同行义太极拳 也都各自有渊源 那有机会再来跟各位好好说上一说咯 谢谢收听 请继续关注好好听FM 并分享给铃铛好朋友 请继续关注